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 今天想和各位友友再继续地来聊一聊现在乌克兰的局势 那么随着整个现在时局的发展 整个基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整个乌克兰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普京现在源源不断地 把他的地面部队精锐的部分开始向乌克兰推进 从三面对他进行核维 那么大家都知道前期看到的消息当中 很多的俄罗斯士兵被俘的 包括被打死的 绝大多数的都是新兵 他们没有受过非常专门的这种训练 从某种意义上 普京的这次用兵的策略 他也希望透过这种新兵的入侵 恫吓乌克兰 使乌克兰迅速地投降 他只是没有想到乌克兰的抵抗的这种情绪 包括抵抗的力量这么的顽强 结果导致他灰头土脸 而这个时候最要命的是 白俄罗斯开始宣布要加入 俄罗斯的这种阵营 一起来攻打乌克兰 也就是换句话说 乌克兰将会面临着两个国家军队的这样的一种入侵 本来应付俄罗斯 他已经是能力非常之差了 我说的这种能力 是指单纯从整个的军力上的这种对比 他们之间的这个对比 基本上相差的非常的悬殊 具体的数字 大家都可以从其他的这种网站上都可以看到 那么再加上白俄罗斯 其实乌克兰人的确 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那么为什么这时候 卢卡申科会被普京拉下水呢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普京现在自己攻打乌克兰 遇到了阻力 特别是他的后勤补给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呢 是因为卢卡申科 他也会主动的会淌这个浑水 而不是说所谓的强硬着被普京拉下水的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的显然意见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假如普京倒台了 那么 卢卡申科 他的真正的 背后的靠山 就彻底的没有了 那么再有国内的民主反对的这个声音 再有这种民主的 推翻 独裁专政的政权的 这样的一种民主运动 开展起来 他就完全的没有办法招架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 他和普京沆瀣一气 去侵略一个无辜的国家 特别是他曾经承诺 不会对乌克兰开火 不会允许俄罗斯 从白俄罗斯发射导弹向乌克兰 这些承诺都变成了狗屁 再一次的把他们的这种独裁 专制邪恶 不守信用的这些本质 暴露在世人面前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 实际上说明了 普京和卢卡申科 都面临着国内巨大的压力 再回到所谓的 为什么西方世界都不理解 包括普通善良的老百姓 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个所谓的 普京要发动这么一场战争 其实原因呢非常的简单 就是因为他自己国内的经济 遇到了巨大的这样的一种压力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他在没有特别的这种措施 彻底的扭转现在俄罗斯不断下滑的 这样的一种经济的颓势的话 那么他来自国内的反对的声音 就会越来越大了 普京入侵乌克兰 不过是希望透过 像他2008年去打击格鲁吉亚 和2014年去所谓的吞并克里米亚 重复这样的一种做法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 对土地 对其他国家的入侵 一方面转移国内矛盾 一方面来树立其他一个强人的这种形象 使他的这种执政的这种支持率 继续在高位的可以运转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 他这一次失算了 就像很多人他们所描述的那样 就是由于疫情期间 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总统 普京没有办法和世界过多的这种接触 那么导致了他 只能听到更多的对他讲 Yes man的这样的一种 俯首称臣的周边拍马 溜须的这样的声音 导致他对整个的形式做出了误判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因素一定存在 但是呢 更多的因素呢 还是在于他自己的 自己内心深处 或者说是普京这种 克格勃他这种性格 赌徒性格的这样的一种 表现 那就是说 他自己非常清楚 整个现在 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 对于现在的民生 对于物价的高企 对于现在生活 一直处于这种 一个在整个欧洲 或者说全世界来说 都处于一个低增长的状态的 这种不满 那么他希望放手一搏 然而这次的放手一搏 虽然他没有预料到的是 拜登 并没有像他想象的 这么的软弱 欧盟也没有像他想象的 这么的自私 因为实际逻辑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现在欧洲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他们想的都很想明白了 如果任由着俄罗斯 继续的这样的自意妄为的话 他2008年能够吞并格鲁吉亚 2014年能吞并克林米亚 那么2022年 他可以吞并乌克兰 那下一步呢 他会不会整个赛游 对整个欧洲怀有企图呢 或者说他不对欧洲怀有企图 起码把整个的东欧 这些个他原来的这些卫星国 继续纳入他的囊中的 包括波罗的海的 沿岸波罗的海沿岸的 这个三个国家 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图维亚 包括罗马尼亚 波兰 芬兰 甚至于这个 所有的这些个 与他接壤的这些国家 他会不会都有这样的野心呢 这个是不好讲的 所以欧洲现在目前 他们也觉醒了 他们知道 如果任由的普京 继续的这样的嚣张 跋扈 继续的可以 任意的妄为的话 那么最终的结果 将是一个颠覆性的 将是一个对整个世界秩序的一个 巨大的这种破坏 那么我们看现在目前 普京之所以还没有 把所有的家当都掏出来 一方面 我分析是源于他自己的 确实国力的衰微 因为每消耗一天 对他整个的GDP 就是会要整个的往下 再继续的下降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他实际是无以为继的 那如果一开始 他就用上这些王牌 因为这些王牌 他所有的这些个底牌 都用上的话 那么由于这些个 长期的处于战争状态的 这些老兵们 他们是不会讲求人道的 他们可以肆意的杀人 他们可以运用各种的这种生化武器 甚至于去 对整个的乌克兰进行攻击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俄罗斯将会面临的 道义上的谴责 其最终的这种制裁 将会是使他承受不了的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背景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情况 普京他不是完全的疯了 他还是要有所忌惮的 因为现在目前在互联网的时代 你所有干的事情 不是像过去一样 包括当时在波兰造成的 这种卡庭惨案 你可以用所谓的去抹黑 你说这是法西斯做的 德国人干的 那么最后他还是这件事情曝光了 那么今天你现在做任何的事情 几乎都是透明的 你如果对平民的滥杀 或者动用的 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的这些生化武器 或者大规模杀伤性的这种武器 那么你所有的过往的 作为联合国产生理事活 你所有的这些个 不管是承诺也好 你的倡议对和平的倡导也好 就全部会破产了 尽管他早就破产了 但是这点遮羞布 他还是会要遮着的 否则他对自己的国人 也没有办法交代 现在全是整个的形势来看 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 所有的人的分析 都是一面倒的认为 只要乌克兰再继续的 把俄罗斯人拖入更长的时间里 那么胜利的天平一定会倾向于乌克兰人 这点毫无疑问 问题在于这个时间要多久 能挺多久 外面的这种支援是源源不断的 俄罗斯这边现在目前是此消彼长的 所以普京为什么和白俄罗斯的总统 卢卡申科赶快的希望一起出兵 甚至于卢卡申科已经讲出了非常混账的话 就是未来的几天 可能乌克兰会形成一种绞肉机的状态 就是他不惜使用各种的武器 想迅速的拿下乌克兰 因为长时间的这样的战争 限于战争当中 俄罗斯他整个的经济是支撑不了的 同时这样的一个战争也会让国内国外两边 普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也是他自己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还是我前面的节目当中讲的那个问题 普京这次的出兵不公不义 没有任何的道理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他就像当时希特勒入侵捷克一样 入侵波兰一样 入侵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样 他没有道理 他没有理由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不过是对过去希特勒对欧洲征服的一种复制 而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包括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冯德莱恩 已经表现出了欧盟要接纳乌克兰这样的一种姿态来 而如果乌克兰加入了欧盟 虽然在军事上他不可能欧盟集体的出兵来捍卫乌克兰的主权 就像北约一直没有接纳乌克兰 是因为一旦接纳了乌克兰 他就一定会出兵一样 因为一旦北约出兵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等于就是打响了 因为他会在整个的欧洲战场上燃起风烟 二十八个二十七个欧盟成员国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 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 澳洲新西兰这些国家都会卷入 日本也会卷入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情况下 那就是等于就是一场世界 第三次世界大战又开打了 所以北约现在目前还不轻易的要直接的进行军事干预 但是现在目前给提供给乌克兰的各种的军用机 包括各种的武器 反坦克的这种导弹 已经源源不断的从欧洲各个国家运抵了乌克兰 而乌克兰现在的民众呢 由于在泽连斯基总统的这种态度下 他们的反抗俄罗斯的这种情绪高涨 而俄罗斯士兵呢 由于他们根本对这场战争不知道为什么打 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茫然 甚至于是一种挫折 其实这种情绪 我相信俄罗斯的军官他也会存在 因为大家一定要相信 每一个军人的前提 他首先是个人 对于人来说 他如果没有彻底的被洗脑洗干净 他们一定会判断 这场战争我为什么要打 他们现在目前 所有的俄罗斯的这种军队 他的官兵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战 是为普京而战 还是为俄罗斯而战 我们是为正义而战 还是为邪恶而战 因为最终历史会审判的 历史会对这个战争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 那么现在阶段 全世界的人民一片的反战的声音 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反对俄罗斯 那么他们自己不会不清楚 不会不了解 那么我也有一种猜测 之所以进攻缓慢 也是因为可能有的官兵 他们是为命不从 他们就故意的拖延这种进攻的速度 因为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阻止这样的一种战争 继续的演进 那么昨天结束的第一轮的俄乌谈判 就像我们预测的那样 根本就无果而终 而这种谈判本身来讲的话 他对双方解决危机 可能没有帮助 只是形式上的表现出来 双方都爱好和平的一个姿态 那么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更愿意呼吁 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 所有的这些爱好和平的国家领导人 他们应该亲自到基辅去 亲自到乌克兰去 他们应该亲自的去站在 乌克兰人民的身边 比他们去所谓的乌克兰 住别国的各个国家的使馆去 声援要来的更有效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 如果联合国秘书长 包括拜登或者说布林肯 还有27国欧盟的首脑 加上这个五眼联盟的这些国家的 这些元首 他们齐聚到乌克兰 他们齐聚到基辅 他们站在那里 说句不好听的话 其实那是对整个乌克兰人 最大的支持 也是对俄罗斯最严重的这种警告 因为这些领导人 他们代表的是他们民主的 这些民选国家的领袖 代表着他们国家的这样的人民的一个态度 如果他们站在了所谓的基辅 站在了坦克面前 站在了泽连斯基面前 那就意味着整个的乌克兰背后 是全世界的这种支持 普京就不得不重新的考虑 他如何体面的能够离开战场 这场战争的确 他会对全人类形成一种新的格局的演进 即使我们现在说 随着事态的发展 俄罗斯彻底的攻陷了基辅 那么未来短期内这场战争 也不会迅速的结束 因为毕竟乌克兰是全欧洲第二大的这个国家 它的人口四千多万 领土面积第二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由于他自己的经济问题 他不可能长期的占领这个国家 如果扶持一个傀儡政权的话 你乌克兰人他们现在的这种态度 他们也一定会和这个傀儡政权不断的去缠斗 俄罗斯也不可能完全的脱身 他自己直接在这里驻兵占领 有可能性没有 而西方 他是有足够大的这种实力 足够强的这样的一个耐心 和你走做这个持久战 他这种制裁 不会因为 比如说你俄罗斯打赢了 我就不制裁你了 俄罗斯不管输赢 在战斗当中 在军事上 他面临的全世界的制裁 都将是延续的 俄罗斯人一定会感受到巨大的这种疼痛 大家已经看到了 现在俄罗斯 他的这个卢布已经跳水了25% 那么继续下滑 是个可以预见的一个事实 再加上对这些银行的制裁 对他所有的领空 不允许俄罗斯飞机去起降在整个的欧盟 那么再加上未来可能进一步采取的这种 一种禁运的措施 那么俄罗斯基本上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一个绝境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普京的政权怎么可能还能维护呢 来自内部的这样的一种反对的声音会越来越强大 现在目前我说了 警察还会上街去逮捕那些抗议者 但是未来警察的薪水如果都发不出来了 警察自己的家人都感受到这点痛苦的时候 警察可以也躺平啊 你抗议抗议吧 我抓不不抓了 或者当他们再多的人上来的时候 他们也抓不过来 监狱割不下了 那么警察最后他也会反水 这一幕不是不可能出见的 因为当时在九一年 俄罗斯整个苏联帝国瓦解的时候也是如此 是因为军人倒戈了 警察倒戈了 所以整个的专制政权 它是无以为继了 国家机器已经彻底的土崩瓦解了 其实普京最后的结局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也是这个结局 他会在内部被瓦解掉 因为老百姓并没有做错什么 他们并不喜欢这场战争 他们在这个战争当中和白俄罗斯人 以及和乌克兰人一样都是受害者 所有的战争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赢家 所以我一直在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 因为武力如果能够解决问题 那么全世界早就有所谓的彻底的世界和平了 因为没有 因为不存在 好了各位 这样的暴君这样的一个盗贼 这样的一个强盗 让他们能够早日的可以下地狱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